上禮拜这一题叫五则运算 五则运算的话 主要第一件工作就是 你必须把一个中序的表示式 先转成后序的表示式 然后再把后序的表示式 所代表的运算把它算出来 所以这个变成是两个动作 一个是要先把中序的表示式 转成后序 然后第二个动作 再把后序表示式 给你一个后序表示式 你去算出这个后序表示式 所运算后的答案这样 那中序表示式怎么转成后序表示式呢 基本上就是透过一个堆叠 透过堆叠 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 什么是中序表示式 那什么是后序的表示式 那中序表示式的话 就是如同头影片讲的这个 A乘以B除以C 那这个A跟B呢 我们都称它叫Operate 在运算员 然后后面中间的这个乘法 这个我们叫运算值 OP code 那运算值夹在两个运算员中间 这叫中序表示式 然后如果说你的运算值是在运算员的后面 像这个 这叫后序表示式 AB乘C除 这叫后序表示式 这个AB乘以C除 就是A乘以B除以C的这个后序表示式 用数字来表示好了 比如说1加上2乘以3 这是一个中序表示式 那如果要改成后序表示式的话 它是1 2 3乘加 1 2 3乘加 换句话说 这个2乘以3是要先做的 做完2乘以3之后 再跟1相加得到7 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为什么要用后序表示式 为什么用后序表示式呢 容易算出它的答案 今天如果有一个后序表示式 1 2 3乘加 这中间我们先给它用个空格 空格这样 给你个1 2 3乘加呢 它怎么去算出它的答案 用一个堆叠 基本上用一个堆叠 然后开始呢 从第一个 从第一个这个 我们叫我们称它叫Token 从第一个Token开始看 那如果这个Token是数字的话呢 就把它放到堆叠 就把它放到堆叠 接下来第二个也是数字 也是把它放到堆叠 再来第三个呢 也是数字 把它放到堆叠 好 接下来碰到乘法 碰到乘法的时候呢 先POP出来的是乘数 后POP出来的是被乘数 所以碰到这种运算值的时候呢 你就要从堆叠里面 POP两个东西出来 那先POP出来的是乘数 后POP出来的是被乘数 因为我们是要做乘法啦 如果是做加法就是 先POP出来的是加数 后POP出来的是被加数 OK 好 然后呢就做运算 2乘3得到6 得到6之后呢 再把这个6把它PUSH为堆叠 刚刚把2跟3POP出来之后 堆叠里面像这样 那算出来6之后呢 把6再放回去 再放回堆叠 OK 好 那接下来碰到加 碰到加的话呢也是一样 我就从堆叠里面呢 把这个6先POP出来 再把1POP出来 然后做加法运算 得到7 然后这个7把它放回来 OK 好 那后续表示是结束了 结束了 那它的答案在哪里 答案就在堆叠里面 堆叠里面 这就是它的答案 这样了解吗 就给你一个后续表示是 我可以很轻松的 用一个堆叠算出它的答案 那所以 现在我们就要了解 那怎么给你一个中序表示是 我怎么把它转成后续表示是 OK 那这个地方 这边就有教你们怎么做 那怎么做呢 我简单的讲 基本上我们要先了解 运算值的优先权 先乘除后加减 所以乘除跟MOD的优先权是最高的 再是加跟减四支 那我们这一题A107呢 它只有乘除MOD还有加跟减 另外还有括号 还有括号 OK 那括号很特别 左大括号很特别 等一下会讲 运算值只会有 这个乘除MOD跟加跟减 那乘除MOD的优先权是高于加跟减 那后面这些我们并不会用到 再来是符号的部分 符号的部分 这个左大括号 左括号 这个小括号 左小括号很特别 它的优先权呢 如果是在 它这边有分 分两种优先权 一个叫Incoming的priority 一个叫Instake的priority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今天呢 如果 如果有一个式子 比如说 这个1加上 比如说 这个 1加上 括号 2乘以3 2加3好了 2加3 2加3 乘以4好了 假设有一个式子是这样 那这个式子呢 我们会把它放在一个array里面 那这个array呢 要来 要来 这个array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叫做Incoming Incoming就是 是要来到来的意思 就是input的buffer 你可以这样讲 它就是一个input的buffer 输入的buffer 那另外我需要一个堆叠 那另外我需要一个堆叠 需要一个堆叠 需要一个stake 在stake里面 它的优先权是最低的 ok 那乘除mode 不管是在这个input buffer 或者是在堆叠里面 优先权是一样的 加减也是一样的 都是乘除mode 优高于加跟减 好 那又括号呢 又括号这边没有设定优先权 没有设定优先权 因为它是特殊的情况 我们等一下会解释 ok 好 要转成后续的做法是这样 一样 从头 从头开始 一个一个 一个token 一个token来处理 如果是1 如果是数字 如果是数字 我们直接把它放在 输出的buffer 如果是数字 我们就直接把它放在 输出的buffer 比如说这1 我就放1 好 那接下来是加 加的话呢 这时候我的堆叠是空的 我的堆叠是空的 那这个加无条件 就把它放到堆叠里面来 好 再来是左括号 好 碰到左括号的时候呢 它在这个input buffer里面的 优先权是最大的 所以无条件 无条件把它放到堆叠里面来 OK 再来碰到2 碰到2 它是数字 所以就把它放到输出的buffer 输出的buffer 再来碰到加 碰到加 好 碰到加呢 就要看加 跟这个左括号的优先权 加的优先权是1 那小括号的优先权呢 变成0了 它在 这个小括号呢 在这个堆叠里面 它的优先权是最低的 所以这个加的优先权 比小括号来得大 所以加就要放到堆叠里面来 好 就要放进来 好 再来碰到3 碰到3 3是数字 就给它输出到buffer 再来碰到右括号 好 碰到右括号 右括号没有写它的优先权 因为右括号的处理是特殊的 它的什么特殊呢 看到右括号 就要把堆叠里面的东西 都依序的把它puff出来 一直碰到左括号为止 所以这时候堆叠里面有加 我就把加puff出来 把加puff出来 然后接下来puff出这个左括号 好 结束了 结束了 碰到右括号 我就要去堆叠里面 把东西puff出来 直到碰到左括号为止 好 接下来呢 碰到层 碰到层之后呢 一样层跟加来比较 层的优先权是2 加的优先权是1 所以它的优先权比堆叠的优先权高 它就要push进来 它就要push进来 那了解吗 相反的 如果说这个input buffer里面的这个operator 它的优先权低于堆叠里面的优先权 那堆叠里面的运算值就要pub出来 听得懂吗 input buffer里面的优先权如果比较大 它就要push进去 如果stack里面的优先权比较大 它就pub出来 那层比加来的大 那层比加来的大 所以它就push进去 好 接下来呢碰到的是4 碰到的是4 4就直接输出 OK 好 这边结束了 这个input buffer已经结束了 那这时候你要去看看堆叠里面还有没有东西 堆叠里面还有没有东西 堆叠里面还有没有东西 堆叠里面还有层跟加 要把它清空要把堆叠清空 所以乘把它pub出来 再把加pub出来 好结束 结束 所以1加小括号的2加3 小括号乘以4 它的后续表示是就是123加4乘加 OK 好那有了这个后续表示是之后呢 我怎么算出它的值呢 一样我就用另外一个堆叠 我再复习一次喔 这时候另外一个堆叠 看到数字 这时候看到数字 就把数字放到堆叠 再来看到2也是放到堆叠 再来看到3也是放到堆叠 再来看到加 碰到加的时候呢 就要把3pub出来 把2pub出来 加起来 得到5 得到5之后呢 再把它push回来 这时候堆叠变成是这样 再来碰到4 push到堆叠 再来碰到乘 碰到乘把4pub出来 把5pub出来 然后做乘法运算 记得先pub出来的是乘数 后pub出来的是倍乘数 加法乘法 如果你搞混了还没关系 减法除法就不能搞混 对不对 好这时候5 4 20 再把20放回来堆叠 再来碰到加 碰到加 碰到加也是一样 把20pub出来 把1pub出来 加起来 得到21 把它放回来 好 后续表示是结束了 答案在哪里 答案就在堆叠中 就是这个21 1加上2 2加3乘以4 就是21嘛 对不对 所以 这个过程就是 你要先从中序转后序 最后再从后序 从后序 去算出它的值 投影片的部分呢 投影片讲的就是我讲的 所以 这个各位自己看 有没有问题 比如说我快速的解释 比如说这A加B乘以C 那这个第一个部分是中序要转后序 碰到operine 就直接输出 输出到这个output buffer 碰到加 就放到堆叠 再碰到B 就输出到output 再碰到乘 乘比加的优先群来的大 所以乘就放到堆叠里面来 再碰到C 就输出 结束了 这个equation已经结束了 可是堆叠里面还有东西 堆叠里面东西要清空 要清空 所以要把乘 pop出来 最后再把加 pop出来 得到它的后序表示4 ok 好 然后给你个后序表示4 一样照这个步骤 由左到右去做扫描 如果是个operine 就把它放到堆叠 如果是个operator 加减乘除 你就开始做这个pop的动作 要把这个operine 从堆叠里面把它pop出来 那记得先pop出来的 比如以乘法来讲 先pop出来的是乘数 后pop出来的是被乘数 如果以除法来讲 先pop出来的是乘数 后pop出来的是被乘数 然后做完运算 做完这个运算之后 再把这个值 再把它push 再把它push回去堆叠 好 那一样 就是这个后序表示4 由左到右 整个把它扫描完毕 那最后的答案 就在堆叠里面 就堆叠 一定是在堆叠的最后 这一个内容 把这个内容pop出来 就是你这一个后序表示4 得到的值 得到的值 这样理解吗 OK 比如说这个10加8减6乘以5 把它换成后序表示4 是18加65乘减 18加65乘减 这个有没有问题 我们快速的扫描一次 一开始是10 我就输出10 再来是加 再来是加 我堆叠就放加 再来是8 我就输出8 再来是减 好 再来问题来的减 减的优先权 跟这个加的优先权是一样的 一样的情况怎么办 里面的内容就要pop出来 只有在input里面的优先权 大于堆叠的优先权 才把它盖上去 你只要是没办法大于 堆叠里面的优先权 堆叠里面的 它就不愿意被你压榨 它一定要跑出来 所以它就把加pop出来 pop出来之后是空了 空的时候这个减 就可以push进去 如果说你的堆叠里面 有好几个 有好几个运算员 就一个一个比较 一个一个比较 譬如说 我等下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好了 要一个一个比较 好 我现在把它放回去了 然后再来是6 6的话就直接输出 再来是乘 好那乘的乘的优先权 比这个减来的大 所以就压上去 就压上去 push进去 再来是5 5就输出 好结束了 结束了 结束之后呢 要把堆叠清空 pop 盛出来 再pop 减出来 所以这个式子 它的后续表示式就是 18加65乘减 ok 好了 那有了这个后续表示式之后呢 你再透过一个堆叠 来算值 我刚才讲过 给你一个后续表示式 一样透过一个堆叠 那这个堆叠是这样 如果是数字就放到堆叠 8放到堆叠 再碰到加 碰到加就要把8pop出来 把10pop出来 然后呢做加法运算 得到18 再把它push回去堆叠 堆叠里面就剩下18 再来是6 再来是6 所以6就要放进来 再来是5 5就要放进来 再来是乘 再来是乘 就要pop出5 变成乘数 再pop6 是倍乘数 然后做乘法运算 得到30 再把它放为堆叠 变成30在这里 最后变成减 最后这个减 也是一样 减的话就是把30pop出来 变成减数 18pop出来 是倍减数 减起来得到-12 -12 那再把这个-12 放为堆叠 放为堆叠 -12 把它放回去 好 这个后续表示是已经结束了 结束了它的答案就在堆叠里面 就在堆叠里面 这样理解吗 OK 好 如果你将来要参加考试的话 很多这种考题 就是给你一个中序 那请你把它后续写出来 那你只要记得那个方法 你就可以推导出它的后续表示是 所以这个基本上应该没问题 那刚刚我讲到一个例子 比如说1加2减3 像这种例子 像这种例子的话 怎么它转成后续是怎么转 所以你看到一样 1就放进来 不是 跟这 1就输出 1就输出 输出就是1 输出1 再加 加就放到堆叠 放到堆叠 再来2 2的话就输出 再来减 减跟加的优先权是相同 是相同的情况你就压不住 你就记得一定要大于 在input buffer里面的优先权 一定要大于堆叠里面的优先权 才可以压进去 相同的时候你就压不住 压不住你就把加拿出来 然后再来呢 再把减放进去堆叠 OK 再来是3 再来是3 好 结束了 这个中序表示是结束了 但是你的行为还没有结束 你要把堆叠里面的内容清空 所以要把这个减再拿出来 所以1加2减3 它的后续表示是 就是12加3减 这样了解吗 好 来我们来考各位 这个后续表示是什么 各位推推看 是不是A B 加 C 乘 D 1加除 8减 是不是这样 看一次喔 给你一个堆叠 碰到小括号 碰到小括号 放到堆叠里面来 再来碰到A 碰到A就输出 再来碰到加 加的优先权 比小括号来得大 这个小括号刚才讲过了 在input buffer里面是最大 但是到了堆叠里面变最小 就是这个说加就摆进来 再来碰到B B就输出 再来碰到右括号 碰到右括号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把堆叠做PUP 直到碰到左括号 对不对 碰到左括号 括号不要输出喔 括号不要输出 括号就舍去掉了 好那再来碰到层 碰到层就放到堆叠 再碰到C就输出 好再来碰到除 除 除跟层的优先权是相同 压不住 所以层要先出来 层要先出来 除再放进来 懂意思吗 这个除 好那再来碰到小括号 小括号 在input buffer里面是最大的 所以要把它压进来 再来是D 输出 再来是加 加比左括号来得大 所以加把它push进来 再来1输出 再来右大括号 右括号 右括号 那就是 就是POP 把加POP出来 然后接下来碰到 左括号结束 再来是减 再来是减 减跟除 减跟除谁的优先权比较大 当然是除 所以除就要拿出来 对不对 除就拿出来 然后减再push进来 然后再来是8 8就输出 结束了 结束了堆叠里面的东西要清空 把减清空 所以答案就是这样 AB加C乘D加除8减 这样看懂吗 好来各位练习一下 这个答案应该是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来看看你的答案 跟我的答案没有一样 看到A就输出 看到加就放到堆叠 因为这时候堆叠是空的 所以放到堆叠 再来看到B就输出 再来看到除 除的优先权跟加谁比较大 除比较大 所以除就要把它push到堆叠 再来碰到C就输出 再来碰到加 加跟除谁的优先权比较大 除嘛对不对 所以除就要pub出来 好那接下来是加 跟加 加跟加谁的优先权比较大 一样大 一样大怎么办 一样大 你就压不住堆叠 堆叠里面的加就要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呢 这个input buffer里面的加 再把它push到堆叠 接下来碰到D 就把D输出 接下来碰到除 除跟加谁比较大 除比较大 就把除放到堆叠 再来1输出 再来加 加跟除谁比较大 当然是除哦 所以除就要拿出来 pub出来 再来加跟加比较 一样的优先权 那堆叠里面的加就要拿出来 然后再把input buffer里面的加 把它放回来 那最后是F 输出F 好结束了 这时候要把堆叠清空 堆叠里面还有加 把加pub出来 OK 所以这个中序表示是 就是ABC除加 那D1除加F加 这样可以理解吗 好 很好 好 好 那后续表示的计算 的计算就刚刚讲的 后续表示计算比较简单 也是透过一个堆叠 就可以算出它的答案 就可以算出它的答案 OK 好 所以像这一体也是一样 这一体如果把它转成 后续表示是 这一体是什么 这个 好 你可以 你要先 你要先用纸笔能够模拟出 正确的结果 然后你写程式 才会写出正确的程式 那你程式有bug的时候 你可以用单步执行 单步执行去看 它的每一步有没有照着 你的想法去前进 这样你那个写程式才不会 这个应该遇到bug 你才找得到bug在哪里 好 所以一样 碰到数字 碰到upper就输出 然后碰到层就放到堆叠 碰到8就输出 就输出 我这边给它一点空格 这看起来才不会连成58 5跟8 再次加 加的优先权比成来的低 所以成要把它pub出来 再把加push到堆叠里面来 再来是2 2的话就输出 再来是成 那成的优先权比加来的大 所以就把它压到堆叠 再来是9 9就输出 再来是除 除 那除的优先权跟成的优先权是一样 这个时候呢 你就必须把成拿成pub出来 好 那接下来是除跟加来做比较 除的优先权比加来的大 那除就要压到堆叠里面来 到这边跟得上吗 可以 好 再来是3 再来是3就输出 再来是减 减的优先权跟除呢 除比较大 所以除就要pub出来 那减的优先权跟加的优先权呢 一样大一样大压不住 加也是要pub出来 好 堆叠空了 这时候减就要push进来 好 再来是12 12就输出 好 结束了 结束了把堆叠清空 还有一个减要把它输出 所以它的后续表示是就是 5 58×29×3除加12- 有没有 对不对 就在这里 好 那有了这个后续表示是之后呢 我们再透过一个堆叠来算值喔 看到数字就放到堆叠 看到数字就放到堆叠 看到乘 看到运算值 就pub两个东西出来 把8pub出来是乘数 再把5pub出来是倍乘数 相乘之后得到40 把它push到堆叠里面来 OK 好 接下来是2 2就把它放到堆叠 再来是9 就把它放到堆叠 再来是乘 就把两个pub出来 9pub出来是乘数 2pub出来是倍乘数 乘起来得到18 得到18 把它push为堆叠 再来是3 把它放到堆叠 再来是除 再来是除 除的话呢 就要把堆叠里面的3 pub出来变成除数 18 pub出来变成倍除数 然后做除法运算 得到6 把这个6再把它push回堆叠 好 再来是加 加加加加的话呢 就把6pub出来 再把40pub出来 加起来得到46 把它push回去 push回去 对不对 再来是12 12把它push到堆叠 再碰到碰到碰碰碰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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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的话 你就要把堆叠里面的12把它pub出来 再把46pub出来 捡起来 先pub出来的是减数 后pub出来的是倍减数 这样得到34 再把34push为堆叠 后续表示是你已经scan结束了 scan结束的答案就在堆叠里面 这答案是34 对不对 5840 加上2918除以3 之后 18除以3是6 减掉12 对不对 46-12 得到34 对不对 这样有懂了吗 这是整个演算法的过程 ok 那老师说这个做法呢 基本上你可以有两个 你可以分成两个function 一个function是从infix 转成postfix 那第二个function 给你一个postfix 你去算出它的值 算出它的值 那事实上呢 它也可以简化成 你用两个堆叠 你用两个堆叠同时做 同时做 比如说举个例子 就用这个例子好了 我把它擦掉 我用两个堆叠 一个堆叠是用来储存op 一个堆叠用来储存op 执车op 好 好 仔细听 刚刚我们说 从infix转成postfix的时候呢 碰到数字就直接输出 那现在我碰到数字 就直接把它push到op的这个堆叠 好 现在碰到层 碰到层的话呢 因为现在堆叠是空的 我就直接把它push到op的这个堆叠 再碰到8 碰到8 碰到8的话呢 就直接把它push到op的堆叠 再来碰到加 碰到加 仔细看喔 碰到加的话呢 加的优先权比乘来的差 比乘来的差的时候 你是要把乘pop出来 你把乘pop出来的时候呢 同时operant这边呢 也pop两个出来 8跟5 pop出来做乘法运算 得到40 把它放为堆叠 然后呢 好这时候堆叠是op的堆叠是空的 这时候加就可以放进来 这个op的堆叠 到目前为止可以吗 好再来是2 直接就放到operant的堆叠 再来是层 好碰到层喔 这时候就碰到层 层跟加 谁的优先权大 层对不对 好层的优先权大 我就把它push到堆叠 就这样 好 再来是9 再来是9 9就把它push到operant的堆叠 再来是除 好 除 除跟层谁的优先权大 一样大 一样大的情况之下 我就要把这个层 把它pop出来 当你有一个OP code 从这个堆叠 pop出来的时候 你就要做什么事情 你就要同 接着你就要做的是 把这个operant的堆叠 pop两个出来 然后做乘法运算 做刚刚的乘法运算 得到18 然后把这18再放为堆叠 那了解吗 好再来是除 除跟加 谁的优先权大 除对不对 那除就把它放到堆叠 再来是3 3就放到堆叠 放到operant的堆叠 再来是减 再来是减 好那减的优先权呢 比这个除来的小 所以这个除呢 就要pop出来 所以除pop出来的时候呢 除pop出来的时候呢 这边的operant的堆叠一样 3pop出来 18pop出来 做除法运算 得到6 把这个6 push回堆叠 ok 好接下来呢 减跟加优先权一样 那就要把加pop出来 所以你把加pop出来的时候呢 你一样要做什么事情 你要把这个堆叠的6 pop出来 40pop出来 40pop出来 得到46 把这个46放为堆叠 好 那现在左边的这个堆叠空了 这个减就可以放进堆叠了 放进堆叠 好 再来是12 12呢就push到堆叠 好 这个中序表示是结束了 结束之后呢 要看op的这个堆叠 有没有 有没有空 它还没有空 所以你要pop出来一个减 pop出来一个减的同时呢 不是同时啊 pop出来一个减之后呢 这个另外这个堆叠 就要pop两个operate 先pop出来的是减数 后pop出来的是被减数 那减完的结果呢 得到34 把它放为堆叠 结束了 所以最后的答案 就在operate这个堆叠的里面 所以我们把刚刚的 从infix转成post fix 再把这个给你个post fix 算出这个值的步骤 把它combine在一起 用两个堆叠一次完成 一次完成 所以你也可以尝试的回去 写这支程式 因为接下来连假有4天 你们会很悠闲 是不是没有 对 没关系就是这个无聊的时候写写程式 同学我跟你们讲 你们只要一天 你们一个礼拜只要刷5题 一个礼拜刷5题 不要说一个礼拜刷5题 一个礼拜刷2题好了 一年有52个礼拜 那就有104题 然后你4年 你可以刷416题 我跟你讲 你如果刷416题 国内各家大厂 你都会录取 相信我真的 OK 就看你愿不愿意做而已 我们有一个电机器有一个同学 他刷了600多题 结果他所有的公司都录取他 所有软体公司都录取他 而且给的offer都很高 所以各位可以参考 刷这个LitCode LitCode很重要 不会很难 你可以从简单的开始刷齐 OK 甚至 你只要打题号 网路上可以找得到答案 但是这种刷法就没有意义 这种刷法 就是你不懂的 你可以透过刷题 透过找答案了解 好不好 这个部分有没有问题 Infix转成Poxfix 有没有问题 这一题好像已经 从ZO价取上面被拿掉了 还有一个A1664 也是这一题 也是这个 各位都可以做练习 我想你们如果能够 把A1017解出来 就已经非常好了 就已经通了 另外A1664 它那个是文字的处理上面 比较麻烦 因为它中间没有空格 我记得是它的文字 它的equation中间没有空格 对A1664的话 它这个没有空格 所以这个在PASS的时候 必须一个支援一个支援去看 一个支援一个支援去看 碰到数字会比较麻烦 因为数字它不是只有一个个位数而已 它是一个整数的部分 它最大的整数是65535 所以你A017如果解完 你可以挑战A664 OK 那引算法是一模一样 只是在这个切token上面 在切token上面比较麻烦而已 OK OK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柱列 需要休息吗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10分钟